琉璃这两个字真美的灵涵起窍 呈现出一种透明的质感 读上去就有铺天盖地的清凉意 读药师如来第二大院时就经在了那里 愿我来世的菩提时 身如琉璃 内外名澈 竟无辖会 光明广大 功德巍巍 身上安住 燕网庄严过于日月 幽冥众生 西蒙开晓 随意所去 做出事业 我的来生 可得菩提吗 记得在厦门南普陀寺 是十月 贵开了 散发着浓郁的香 而那颗千年菩提 落了许多黑黑的菩提子 如一粒粒凋零的心一般 甚是让人觉得心碎 那些秋贵 那些芬芳的小花 就在南普陀寺里 蒸香地开着 而我常跪不起 只求佛一件事 请他答应我 那时 我的心思是一抹琉璃色吧 轻烈烈着 别有一种透明的情怀 一点点私语 说给佛听 前世 我必是你万下错过的一朵 所以 今生 我常跪求你 以琉璃的心情 我见过那美到有些心碎的琉璃 在杨卉山的琉琉宫房里 一个叫大院的琉璃 是一个婴孩儿 却有着佛的光辉 安静地躺着 面带微笑 那静谧的微笑 一下子让我沉浮了 真干净呀 这才明白 琉璃 之所以如此吸我引我 完全是因为自身本质 干净 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品质 捡到极致的东西 才是最美 琉璃细腻精致 素朴前进为美 不 不粗粒 也不家常 它的温润 带着凉意 人 只有少时或老到不能再老 才有琉璃的品相吧 少时 不知西风独自凉 爱上层楼 连青筹都有夺目的精盈 而老了沉淀出岁月的渣泽 只留着素朴的心 泛出光阴里的一把旧日红 纳红是透明的 也精盈起来了 琉璃 它不语 但是一吐字 便是蛇灿莲花 琉璃 它沉静 即使端坐一鱼 幽情动早 亦有那样素素的光辉 它的光辉是暗的 低的 可是 却又如此沉静地让人动心 我不求来生是琉璃 我但愿今生 能是一块素朴的琉璃 在家常世俗的日子里 散发着一点诗意和素朴的小光芒 如我在跪下 掐了一把小环花 偷偷夹在诗书里 那诗书 今年来还散发着暗香 那种纸墨与贵的交缠 是琉璃一样的光芒 只有自己知道有多喜悦 有多喜欢 有多可心可意呀 唯愿来生是琉璃 握在你的手心 举使碎了 我也心肝月怀如水的夜晚 想到这样的句子 于是燃一炉薄荷精油 鸟鸟晕音中的 待在阳台上的红沙发上 什么也不读 黑着灯 一任月光照在身上 静如琉璃 这是生活赠阅我的一本后书 我展开时 看到自己莽撞而狂妄的少年 看到仙衣怒玛的那些旧光艺 都过去了 岁月如刀 一刀刀削减了许多流金繁华 我喜爱这素白白的日子 靠近了琉璃的品质 前景清澈 风吹浮世 终无言 琉璃人生 从来充满了空气之美 不 我不嫌孤单 不 我不嫌独自眠餐 独自行 我只要这世间一点点温暖 用来搭救我渴望前进似琉璃的心 琉璃 居然一点邪气也没有 似婴而面 粉嫩到让人不忍看 我每每手持琉璃 都觉得如果她是成人 就是那终身遇不到爱人的角色女子 一辈子 一辈子一个人 一辈子一个人 结身自好 内敛而张力十足 因为太过完美 所以 进不得深 读今生相随 杨慧珊和张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 两个人 华丽转身 从大导演大明星 到穿了功夫制造琉璃的两个人 相爱痴缠多少年 把自己的爱情修炼到琉璃 良愿有数多负荷 《女床无数不欺乱》 是李商尹必成中的句子 用在他们的身上如此贴切 原来 把爱情修成琉璃 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两个人同修炼这苍茫人生 其实我们要的 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是一份亮烈无悔的承担 天地浩然 只要有它 但觉得无所惧了 而修成琉璃一样的爱情 不过是一个真正懂得我们 并肯和我们今生相随的人 在苍绿岁月里 和那个人唯一 取暖 在冬天的第一场雪飘来的时候 能安静地坐在一起 听到雪落在屋顶上 清脆而绵长 这千年不遇的大雪 是为谁下的 是老天在云一场 真吗 谁会忘记那落雪的声音呢 其实 到此时 早已经爱似琉璃了 能和自己最爱的人 一起听雪超尘 听那第一场 快雪落到还绿的树上 看那一场 没有预料的早雪 漫天飞舞 心里想的只有它 只有它 不是爱似琉璃 还是什么呢 愿我今生 是琉璃吧 素朴安然前进 白雪纷飞 英和其全 平真心在玉湖 这样一想 心里如此温暖清澈 站在窗前 看着这一场早雪 眼泪居然快要逼着出来了 那眼泪 如果落到心里 是不是也似着清凉 透明前进的琉璃呢 是不是呢 明天思诚